北京时间今天非凡十二的比赛将进行到第二个比赛日 昨天广州龙诗队已经为CBA球队取得了开门红 所以希望今天要比赛的三支球队还是要努力的 而就在各支CBA球队都在紧张和备战热胜在的时候 中国南篮方面传来了两条让中国球迷感到欣喜的消息 分别与我们国家队的主力球员丁燕宇堂和赵继伟有关 首先就是关于赵继伟的 赵继伟自从在中国南篮红队出中亚运会之前遭遇重伤后 球迷们就十分关心他的伤势 赵继伟也在受伤后将自己的头发剃掉了 可以说是从头开始 而在这两天 赵继伟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自己伤病的情况 看起来他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在前天他在个人社交媒体拯救赛出了自己尝试走路的视频 表示自己脚伤的恢复非常顺利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赵继伟已经可以脱离气质自己尝试走路了 赵继伟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今天去医院复查 医生说恢复的非常不错 骨头都长得很好 可以把保护缺和管扔掉 尝试学会走路 医生可以期间两周 让我走路说明恢复真的很好 大家放心 看来这位中国男男的主力空位应该很快就会重新回归了 这是个好消息 而在昨天赵继伟自己也在ID上刷出了个人的恢复照并写道 极痛苦又高兴 痛苦是因为漫长的康复过程和时间 高兴是因为每一天都离赛 场更进一步 只照继伟本人透露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大约四个月后 他就可以重返赛场了 我们也祝他早日康复 中国篮球需要他 而还有一条喜讯是关于丁燕宇航的 根据独行侠记者 的报道 丁燕宇航预计将在当地时间周二半晚抵达达拉斯 也就是在几个小时后抵达 据报道 现在大部分的独行侠球员 都已经在达拉斯了 他们会在媒体日当地时间周五和训练营公开训练 当地时间周六前接受体检 我们也希望丁燕宇航能够顺利通过体检 在季前赛打出更好的表现 如果能够留在NBA的话那就更好了 我们也期待下丁燕宇航的表现吧